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ACT对阵猪雀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取悦掏鱼女 我本来以为他会掏一个使徒 掏鱼女的话可能也是因为队伍里面 就是怎么说呢 丢了一个5分的大分 他掏个使徒保个屏真的不够用 怎么你保屏搞得好像队友能三保同学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这局他掏一个鱼女呢 想争一争 但鱼女你带底牌 我觉得有可能的带个带个张狂挽留 没有底牌 这鱼女好像也只能保屏吧 金森打一个出奇不易 这只能看一看了 一波丢叉 这边的话 飞轮CD是好了 那也就说这边雷格西如果这个飞轮玩的好的话 直接两棍 你收叉 没有用 交金森打这一刀 这样的话开技能 这一轮打完其实对于 穷者来讲 现在是什么呢 你精神已经交掉了 我这边飞轮还在手里面 对不对 我有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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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里有东西 你兜里没东西 我进 我水气 来来来来来 谁怕谁 你从我飞轮 翻走 漂亮 就是我有招 你没招 我飞轮还是双弹的古董商 这波取悦 看样子 已经大势已去啊 就至少这个局取悦赢是肯定没办法赢了吧 这个局就 你只能看到穷者私人开门战 你看不到这波 那个开门战之前 我觉得这个古董商挂不飞的 还是古董商这边的话 前期的一个操作够细啊 特别是刚才那波飞轮 那波飞轮确实就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前锋这边的话 三岁要再来撞一波 反手抓三岁 一刀打中 那前锋拉开 你这时候移情给到古董商吗 前锋手里面的球 这鱼女 关键他是个金生啊 你要是个闪现 你CD好了 还有可能秒一秒 这金生怎么打呀 这金生前锋拉一波球 可以玩半天 我感觉取悦 这一把追前锋的话 真的大势已去 刚才这边追古董商呢 主要他再跟过去 确实距离上面有点远了 但追这前锋 我觉得更 也不能说更难吧 一样难 一样难 这样前锋拉一波球 好 再留一些球 三岁的话 这边球留的稍微少一点 我觉得留的一个 留一个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拉一波的那种 他这样的话 等于说留了一个什么呢 留了一个飞轮的距离 留了一个飞轮的距离 这个飞轮的距离 我刚想说留着一个飞轮的距离 没什么用 还躲掉 这一刀 还好没进这块板子 心里过来救人 这边的话密码机的话 可以稍微的干扰一下 这边人救下来 前锋走 哎呦 这把这个金身 一刀打中前锋 摸头吗 不摸头 密码机 亮不亮 那再救一波 再救一波 再救一波 古董烧能贴门 私人开门战 这个鱼女还是个金身 这把金身 不要觉得好像取悦 从结果上来看 这个金身带的很亏 用处不大 但是这个金身 他是在赌 因为这个局你掏鱼女 一个张狂鱼女带闪现 讲道理 老观众应该知道 我对于张狂鱼女带闪现的一个分析 就是能拼不能赢的 这边的话 故意只是一个水汽伤害 加速拉开 他所以选择带一个金身 前期可以挤斜奏更快 更快的去滚雪球 然后如果说前期用不到这个金身 中期一波金身 可能可以打你一波救不下来 但是这把的话 也确实 穷着这边雷格戏也好 三岁也好 做得太好了 好 好 a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